2020年7月20日 對全世界的法輪功學員來說 具有別樣的意義 21年來 他們在世界各地捍衛著信仰 當天 法國部分法輪功學員們 再次聚集在巴黎中領館前 進行集會 並向當地民眾講述中共迫害的真相 用和平、理性尋求正義 呼籲世人共同制止這場長達21年的迫害 法國三位國會議員和一位前部長 也對法輪功學員表示支持 Jean-Luc Laglès議員為當天集會發來視頻 集會當天 法國人權同盟成員 布科阿蘭博士 道場表示支持 法輪功又稱為法輪大法 自1999年7月20日起 法輪功學員遭受中共政權的無端殘酷迫害 7月20日 法國主流媒體法國文化電臺發表長文 報導法輪功學員一路反迫害的歷程 當天參加集會的幾位法輪功學員 講述了他們曾經在中國遭受中共迫害的親身經歷 今天是7月20日是法輪功學員的反對迫害 這個已經21年了 但是今年我確實看見已經開始有主流媒體在報導 我們法輪功學員就是受到了長達21年的迫害 一直到現在就是迫害仍然還在繼續 21年過去了 巴黎街頭見證了法國法輪功學員們一路反迫害的身影 法輪功學員們希望世人能夠認清中共的真實面目 能夠識破他們欺瞞世人的謎天大謊 我就呼籲中國善良的人 不要相信任何中共的欺騙、謊言 真的不能夠相信他們 法國新唐人巴黎記者站採訪報導